李全太固执,连评审都黑脸了,霍尊对他的评价却引发网友吐槽。 歌手2018本周继续开播,本期一大看点就是李全面临淘汰危险,然而选歌却成了他致命弱点,到底怎么回事呢?来看看。 本期节目公布上期排名,很不幸李全排名第七,如果本场竞演名次再度靠后的话,那只有被淘汰了。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本期李全选的歌《哪怕我很小》,虽然这首歌整体来讲给人感觉十分感动,但李全最后排名终究没有进前四。 对于为何要选这首歌,节目居然播出了选歌的一些细节,其中原因再次令观众震惊了。 在节目播出的花絮中,音乐节目主持人林海来到李全家中,大家都知道,她也是歌手的节目评审,这次来到李全家中到底所为何事呢? 原来李全和林海早前就为本场竞演曲目做了讨论。 这次就是来决定李全到底选什么歌的,然而李全却再次令林海失望了。 李全表示,我选的就是你让我不选的。 听到这话,林海也是在意料当中,但随后的一番话却令网友感慨万千。 林海随后对李全掏心掏肺地说,你做摇滚做爵士等等,可以说都是这个舞台第一次,以前没有的。 包括其他评审论,但你要知道高级不等于普及,高级不等于市场吃。 听完这话,网友终于明白,林海是希望李全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路,可以适当地迎合一下观众的口味,不要再一意孤行。 然而对于李全来讲,他却有自己所要坚持的。 大家都知道李全的音乐一直都是特立独行,因为他觉得华语乐坛目前的音乐大致来讲还是比较单一的,他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推动流行音乐的多元化。 所以对于这次选择比较生僻的歌,哪怕我很小想再赌一把。 对于这样的心态网友们纷纷表示支持,但此时只见林海的脸色突然间不对了,他的本意是想让李全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唱下去,但没想到李全却这么固执,简直是没办法了。 要知道就连李全自己都明确表示自己对于计算得票率,是不太擅长的,更多的只是想表达自己的音乐。 那这对于一个商业音乐人来讲确实是很难接受的一类歌手了。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李全,出来乍到的霍尊评价却引发网友吐槽。 在采访中霍尊这样评价李全,他太厉害了,但是就是不讨巧。 虽然说霍尊的评价很公正,但也可以说他的评价太片面化,因为李全不是不懂讨巧,而是不愿意讨巧,可能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李全是一个怎样的人吧。 也不能打开 elfa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